卫生福利部制定的2025年消除吸干国家政策 29号的上午,花莲县卫生局特别举办了 花莲县消除肝炎行动计划成果继感恩记者会 感谢众多的福伦社慷慨解囊赞助花莲县300万元 执行消除肝炎行动计划 让花莲吸行肝炎的防治成果筛减的涵盖率 都较往年有显著的成长进步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重视C型肝炎问题 而卫生福利部也制定2025年消除吸干国家政策 29日上午,花莲县卫生局举办国际福伦全组奖助金 GG1982695 花莲县消除肝炎行动计划成果继感恩记者会 感谢国际福伦3522地区 台北市草山福伦社、花莲港区福伦社等 慷慨解囊捐助300万元 协助花莲执行花莲县消除肝炎行动计划 在这两年多的执行 我要谢谢 我真的要谢谢国伦社的看见 那也感受到我们肝机会的用心 所以后来现在的 无论是这个初级的塞紧 二塞的部分 基因塞的部分 之后到确诊之后 然后在后端的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进来 所以今年也应该是在退场的时候 但是真会更希望 我们虽然福伦社在这个计划里面 在花莲是退场的 但是真会更希望 更希望跟花莲县政府协助我们花莲市 一起走的这个资源不要退场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花莲县府运用经费 国建署易住以及福伦社资源等 积极筛检西型肝炎 目前累计治疗人数约有3000多人 使得花莲肝癌的死亡率降低到全国平均数 肝硬化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花莲医疗院所对于未来持检测通知单 挂号优免福利也乐观其成 期盼继续合作打击C肝 在2025年把C肝赶出花莲 接着长方艳华联士报导